大家好 现在石嘴山 大屋口洗煤厂工业遗址公园 我们去看一下大屋口老火车站 就在右边走过去大概几百米 看一下对面的这一面墙 上面有个火车头 这种老火车我小的时候见过 我们老家家门口的那条铁路是 92年通车 那92年以前就已经在建设了 所以我同年的回忆 跟那个铁路上面玩耍了很多地方 看一下巨大的火车头 前面就是大屋口火车站 这些有人在唱歌呢 在这里看着呢 这边写的是安山捷冬洗煤制造 安山是辽宁的安山 安山我还没去过 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 因为东北是我国的重要的老工业基地 所以说它是共和国长子 以后是一定要去好多地方还没去呢 去年去东北完了三个月 还有好多地方没去 看一下这台机器上面有个时间 1973年5月制造 沈阳第一机床厂 我就说吧 东北那边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 继续往前走 去找那个大屋口火车站 这个火车站是建于195几年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很多朋友们应该都认识 尤其是做木工的啊 小的时候我听说有很多人 就是用这个锯木都把手指给切掉了 这个是牡丹江木工机床厂生产的 牡丹江我去过 在黑龙江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我去那边游玩过 还有观光车 还有导游介绍 这拉的应该是一些领导啊 大屋口火车站 这个地方就在洗煤厂的旁边 所以说当年就是为了这个洗煤厂而建设的 看一下这幅画 特别有当年的那种年代感吧 估计很多人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喜欢看到这样的这个画面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过很多像这样的画 知道吧 我看到这些就能看到童年的回忆 那个后面应该是发电厂 远处的是赫兰山 继续往前参观 看一下对面这边看到的画面 是不是更加有年代感了 那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七十年代的感觉 瞬间就上来了 哎呀我看到这个 我就特别喜欢看到这些 你知道吧 哎呀太经典了 好人好马上三线 在我们国家六十年代 实际上有一个特别大的 那个叫运动 就是上三线 三线运动 这个很多人我估计他都不知道 三线建设当时也是国家这个需要 就是为了更好的把这个从沿海城市迁移到内陆城市 把一些重工业往往那个后面移一点 这样也是为了更加安全 因为那个时候 说实话 国外的那些 像俄罗斯啊 像他们想欺负咱们 对吧 沿海那些重要城市是重点对象 所以说把一些老的工业基地 就往内陆 四川那边 包括向这边迁移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咱们国家的重要的生产基地 所以说这个三线建设 估计很多人他都不知道 我在国内走了好多地方都看到了关于这个三线的建设 太震撼了 那边有一个小的面包车 黑色的 这个面包车能坐的都不是一般人 大五口站 还有收票处呢 这后面是有围墙就过不去了 这个现在每天还有一趟列车从这里经过 我是打车的时候听师傅说的 那个大烟囱上面有个时间 2009年8月 这后面是发电厂 在远处是赫兰山 这边是大年重工起重 哦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翻煤机 就是把一整列火车的那个煤直接给它倒出来 这个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 上面那个地图画着很多线 那个地方就是赫兰山 零下所在地 这个地图上讲的就是一线城市 三线城市 三线的一个建设的具体的分布图 可以坐在这里稍作休息 再看一下这个巨大的这个建筑 尤其是这个画面感 真的特别的有年代感 经典的不得了 真的因为我童年时期像这样的电视剧和电影 我看过的太多了 现在还能看到像这样 做的保存的比较好的老工业基地 全国也是有很多的 因为我跑了很多城市看过好多了 今天让我大开眼界了 这个地方非常值得一看 因为真的是满满的回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